这是一桩历史奇案 在武则天向皇后之位发起冲击的过程中 他的女儿 一个墙堡中的婴儿突然死了 小公主之死到底是何人所谓 有人说是武则天为了夺取皇后之位自己嫁了毒蛇 也有人说是王皇后杀死了小公主 还有人说小公主是自然死亡 那么小公主到底为何离起夭折 历史的迷团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敬请关注武则天系列节目《冲击后卫》 相继讲到武则天在重返后宫之后 不但地位一路飙升 而且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儿子李宗 随着地位的变化 武则天的欲望便随之水涨而高 开始冻起了当皇后的念头 可这根据唐朝的后宫制度 皇后只设一回 只有现任皇后被废或死亡 才能确立新的皇后 而此时的王皇后既没有生硬也没有犯错 根本不为武则天任何机会 而武则天不会坐以待地 他深信机会不仅可以等待 更可以创造 那么武则天将如何创造机会 扳倒王皇后 中央民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茂 为了讲述武则天系列节目第五集 《冲击后卫》 扳倒王皇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为什么呢 咱们上集说了 王皇后啊 性格减重 沉稳端庄 你说他乏味可以 但是呢 你也很难抓住他什么把柄 所以武则天虽然在他身边安插了眼线 那些宫女整天跟武则天汇报 王皇后今天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穿了什么 说了什么 但是呢 武则天始终挑不出王皇后有什么大错 他急呀 可是有一句话说的好 那叫有智者事竟成 一个人你要一门心思的琢磨一件事啊 把这件事整天放在心上日思夜想 你总能想出一个办法来 武则天呢 经过这么日思夜想啊 也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突破口是什么呀 这突破口啊 就是让武则天背上千秋骂名 成就了千秋地业 同时也成为千古之谜的 所谓小公主死亡事件 这小公主死亡事件是怎么回事啊 大概在永辉四年底到永辉五年初的样子 武则天呢 生下了自己的长女 李红的妹妹出生了 这小女孩生下来呢 也是粉团一般可爱啊 武则天呢 也是视为掌上明珠 可是啊 在一次王皇后探望过之后呢 这小公主就非常离奇地死掉了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啊 回头看看史料 史料本来就有不同的记载 比方说唐慧耀这么记载的 说昭仪所生女暴狐 又奏王皇后杀之 尚遂有废后之意 就是说呢 武昭仪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忽然死了 至于怎么死呢 这个史学家在记载的时候 他可没讲 只说这个死亡是确实 是一个客观事实 那么武则天呢 他就利用了小公主的死亡 上奏皇帝说 王皇后杀死了这个孩子 然后呢 就导致了唐高宗态度的变化 那按照这种记载 武则天呢 叫做利用机会 可是啊 在另外一些史书之中 武则天就不是利用机会了 武则天变成了杀人凶手了 比方说新唐书后非列传 他是这么记载的 他说呀 昭仪生女 后就故弄 去昭仪见婢儿亲下 四帝至扬为欢言 发亲事儿 死矣 又经问左右 劫曰 后世来 昭仪即悲弃 地不能查 怒曰 后杀巫女 王与妃相缠冒 今又二爷 什么意思呢 武昭仪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王皇后按照母仪天下的规范 他得去探望一番 于是呢 他就去了 他去的时候啊 武则天找了一个借口 溜走了 不在场 那王皇后看这孩子 这毕竟是情敌生的孩子呀 他怎么可能有什么实在的兴趣呢 所以啊 抱抱摸摸 放那 很快也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呢 武则天又偷偷地溜回来了 拿那小被子蒙住这孩子 把他捂死 然后呢 重新布置了现场 自己又悄悄地溜出去了 在外面啊 专等着皇帝来 那皇帝呢 可能当时 因为孩子生下来不太久嘛 也形成了一个惯例 每次退朝就先来看孩子 这一天呢 又如期而至了 武则天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 迎上去 说陛下咱们俩一块去看看孩子去 两个人呢 一块就走进了婴儿房里了 然后揭开小被子一看 傻眼了 这活孩子们变成死孩子了 武则天这时候啊 那就是 专洗为经 他马上就大惊失色 可是他大惊失色 他没有忘记问一个关键问题 谁来过 这孩子怎么死了 谁干的呀 谁来过呀 那宫女呢 那得脱清干系啊 这重大责任呢 出重大工作失误了 赶紧说 谁也没来过呀 哎 就刚才王皇后 刚刚来过呀 那这个时候呢 武则天呀 马上又转睛为悲呀 是嚎啕大哭 哭的是肝肠寸断 那唐高宗呢 在这种场景之下 他的大脑也就短路了 失去深层思考能力了 马上就脱口而出 说后杀巫女 皇后他杀了我的女儿 他呢 过去就和萧淑妃一起诋毁武昭仪 我没想到他心这么狠 居然报复在一个孩子身上 这个呢 那就又是一种说法了 按照这种记载啊 武则天啊 他呢精心策划了这个阴谋 直接导演演出了这一幕悲剧 亲手杀死了小公主 然后嫁祸于王皇后 那到此为止啊 咱们已经找到三个版本了 第一个版本 这是唐高宗心目中的一个版本 王皇后杀了小公主 第二个版本呢 就是唐慧耀这种记载 小公主不知道怎么死的 可能是自然死亡 然后呢 武则天就利用了这次死亡事件了 第三个版本 就是刚才新唐叔所说这个版本 武则天他直接制造了这个事件 他亲手杀死了小公主 然后嫁祸于王皇后 那这三个说法哪一个更可靠啊 我个人认为啊 第三种说法比较可靠 武则天杀鹰的嫌疑相当相当大 我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我认为啊 王皇后 她不存在杀死小公主的性格和动机 咱们先看性格 王皇后性格是沉稳专庄 行动力不强 不是一个心动就行动的人 这样的人呢 不适合做杀人犯 再看性格 不是 再看这个 这个动机 王皇后呢 她就更没有动机了 因为啊 当时就她和武则天争宠的形势而言 打持久战 对她更为有利 她绝不应该轻举妄动 这个时候 是她最不能冒失的时候 她杀死小公主 对她有什么好处啊 退一步说 就算王皇后 当时呢 啊 气昏了头了 啊 已经是无所顾忌了 要杀人 她要杀的 也应该是李红啊 是武则天的儿子呀 因为这个儿子的出生 导致了武则天地位的又一次攀升 她杀一个还没有封号的小公主 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我认为啊 王皇后她不具备杀死这个孩子的性格和动机 那么也就是说 在王皇后离开的时候 这孩子还活着呢 那再来看我的第二条理由 啊 这个小公主呢 非自然死亡的可能性 远远大于自然死亡的可能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根据常识知道啊 一个小公主 她身边是不能长期离了人的 不像咱们劳动妇女啊 咱们生了一个孩子 因为还要工作 就把这孩子绑床头了 随着孩子哭啊 叫啊 爬啊 随便吧 咱们还得工作呢 人家呢 是公主 身边呢 是奶妈 宫女 那是离不了的 所以啊 在王皇后走 到唐高宗来 这段时间 必然是非常非常的短暂 那我们承认 中国古代 由于医学不太发达 所以一个小孩啊 他猝死的可能性 比现在要大 但是就算如此 一个孩子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就忽然死在那了 这也过于离奇了 所以我认为啊 这小公主被谋杀的可能性 大于自然死亡的可能性 那再来看我的第三条理由 武则天呢 他具备杀死这个孩子的动机 性格和条件 咱们先来看动机 不是有一句话吗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那更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杀人了 是不是 凡是杀人都得有个动机 咱们现在破那个谋杀案 也得先找一下 谁通过这个人的死亡受益了 那那个人就是重大嫌疑人 武则天这时候 他就有重大的嫌疑 为什么呢 当时和王皇后争宠的胶着状态 对武则天不利 他急于打败王皇后 他急于给王皇后制造一个麻烦 那在这种状况下 他杀死小公主 嫁祸于王皇后 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 那再来看武则天 他有没有杀死小公主的性格呀 他也是有的 咱们说了武则天呢 可是非凡之人 他善于创造条件 在感业寺 他不就创造过吗 而且条件还不少呢 先说第一个条件 他不是已经在后宫 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吗 跟宫女都交上朋友了 所以对于王皇后 还有皇帝的出行时间 那是了如指掌 正因为有事先的了解 他才可以 巧妙的打一个时间差 在他们探望中间的短短的空档里 杀死小公主 然后布置现场 再离开 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呢 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 他有一个母亲的身份 咱们不是说嘛 虎毒不食子啊 一般人在照看小公主的时候 对外人的警惕心 可能会高一些 对于一个妈妈 她的警惕心就会低一些 所以说都是来看小公主 如果王皇后来了 其他人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注意 可是如果人家小孩的亲妈来了 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咱们看 武则天在发现孩子死了之后 他问谁来过 那么后宫的一些宫女呢 马上说王皇后来过 其实都谁来过呀 王皇后 武则天都来过 但是在人们的头脑之中 自然的忽略了那个 经常亲近自己孩子的妈妈 而只提出了王皇后这个人选 就是这一句话 决定了王皇后 在唐高宗心目中的地位了 所以咱们说呀 武则天他具备杀死孩子的 性格动机和条件 因此呢 我认为第三种记载 武则天杀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所以尽管这件事看起来 过于血腥过于残忍 咱们还是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那就是权力的诱惑力是如此之大 它甚至可以吞噬人性和亲情 让一个母亲去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啊 蒙曼副教授认为 武则天面对权力的忧托 为了打破和王皇后的交流状态 首先反弱 不惜惜击击掉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 来嫁祸以后 武则天的这种做法 让他背上了千古骂 那么 小公主之死 有没有让武则天达到目的呢 唐高宗对此 又有什么反应呢 小公主死亡事件发生之后 武则天和王皇后的那个胶着状态 可是终于被打破了 李治啊 心目中的天平 完全倾斜向了武昭仪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啊 他对武则天是欲信爱 更加信任和喜爱了 而且呢 为了安慰他的丧女之痛 还给他的父亲武士曰 追封为并州都督 给死人加官 是为了安慰活人嘛 那对于王皇后呢 她是有废后裔了 已经失去了对王皇后的耐心 第一次产生了废掉她的打算 所以咱们说 小公主死亡事件 是武则天打响的皇后争夺战的第一枪 这一枪啊 击中了要害 打的是文准狠 这一枪打过之后 武则天在后宫的不利局面 就开始扭转了 咱们看 武则天从赶叶寺一路走来 先是突破了人伦界线 跟数子搞在了一起 然后又突破了天伦界线 杀死了亲生女儿 他压上的赌注可是太重太重了 他一定要赢 可是话又说回来 想赢就真能赢吗 赢有那么容易吗 费力皇后 那可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啊 特别是在隋唐时期 因为当时贵族势力还很大 所以啊 跟哪个皇后结婚 往往意味着皇帝跟哪一个贵族 或者哪一个贵族团体结盟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婚姻问题 跟咱们今天说 我爱你 咱们结婚吧 我跟你吵了一架 你怎么这么烦人 咱们离婚吧 然后明天呢 我觉得吵这架本来是我的错嘛 咱们再复婚吧 不是这么简单 不像现在有些搞成开玩笑的样子了 那个时候啊 费力皇后 可不能仅仅凭皇帝的感情和意志 还要征得官僚集团的认可 换句话说 大臣他也得接受这件事才行 那大臣他能不能接受这件事呢 武则天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一顺百顺呢 武则天和唐高宗啊 都拿不准 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呢 他们俩为了稳妥起见 决定啊 先不把这个事情直接提交朝廷审议去 先偷偷的私下里去试探一番 探听一下大臣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那试探谁呢 他们想来想去啊 选中了长孙武记 这长孙武记在当时的地位比较特殊 从君臣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是亲程太宗一命的顾名大臣 官居一品太位 而且是灵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 那是当之无愧的百疗之首啊 这是从君臣关系这个角度来说 那从亲属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是高宗李治的亲宿 真冠十七年当时太子 成前和魏王李太争位 双双被废 是他亲手把当时年幼的李治 扶上了太子宝座 此后无论李治是当太子还是当皇帝 长孙武记都在旁边 报价护航啊 那这个救生关系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一般 所以这个时候 李治征求他的意见 那于公叫做尊重顾命大臣 于私叫做尊重舅舅 于公于私 于情于礼 那都是非常妥当的一个人选 小公主死亡事件的发生 是本来两边都不想得罪的李治 终于下定了废属皇后的决心 武则天用吞噬亲情和人性的代价 赢得了第一步的胜利 但废后对于朝廷来说 也是一种大事 他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皇帝的支持只能是力量之一 大臣的态度同样也至关重要 如果能够争取到 当时作为百官之首的 长孙武记的支持 那么事情就容易解决了 但问题是 长孙武记会同意吗 李治和武则天 就捡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双双降临到了长孙武记的府地了 那长孙武记一开呀 怎么今天皇帝和昭仪一块来的呀 不一般呢 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的后宫风云呢 他对他们的来意也就猜出了七八分了 可是长孙武记那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 虽然猜出来了 他可不说 还是平淡处之 不动声色 只是热情款待 安排这个皇帝和昭仪呢 咱们一块吃个饭 静等着皇帝开口 那久过三旬之后 皇帝毕竟是年轻啊 他先坐不住了 想要引入正题了 可是呢 他还不好意思直接说 他远都远转绕着圈子来 他说哎呀舅舅啊 你真是国家的一颗晴天大柱啊 你的儿子我想个个肯定也都是知蓝欲复 他们现在都在哪个部门工作呀 在哪个部门为国家贡献力量啊 长孙武记呢 儿子也多 一共十二个儿子 那就一一汇报啊 老大干啥的 老二干啥的 老三干啥的 以此类推 说了一通之后呢 说我现在啊 还有三个机械生的数字 还年轻呢 不懂事 还没有当官呢 还没有给国家效力的机会呢 那李智一听 说这怎么行呢 舅舅的儿子那肯定是个顶个的棒啊 怎么现在还没有当官呢 这样吧 我现场就封他们为潮散大夫 那咱们说潮散大夫又是怎么回事 这潮散大夫啊 是唐朝散官的一个品级 唐朝这个官僚系统特别复杂 分为直视官 散官 勋官和卫官 所谓直视官呢 就是你管什么工作 干什么事 比如说中书令 上书令 县令 这都是直视官 所谓散官呢 就是你想受什么样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直视官和散官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潮散大夫呢 就是散官之中的一个等级 叫做从五品 这从五品又有什么意义啊 这可太有意义了 唐朝的这个官僚的层级啊 从大的方面看 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是三品以上 叫做清贵 就是高官 第二个层次呢 是从三品到五品 这叫做通贵 是中高层的官员 那六品以下 就是普通官员 整个官僚队伍呈现一个金字塔的情况 越往上头人越少 其中啊 这个通贵 就这五品 可是一个卡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你做到五品以上 就能享受很多的特权了 什么特权呢 当时人最看重的特权有三样 第一样叫印子 就是你这个父亲 当到了五品以上的官 儿子呢 就可以接着当官 那就保证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当官 这可太重要了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 第二个好处啊 叫做免除全家负义 你要是当六品以下的官 只能免除本人的负义 你们家里的家属还得黑妖黑妖的给官府干活去啊 撑船去织布去 还得干 那如果说做到五品以上 就全家都不用给国家做贡献了 这个呢 也很重要 第三个特权 那就从负面那个角度来说了 假如你这个人犯了罪了 你是五品以上的官 那就可以实行八议 八议之中的那个议柜 啊 就可以减刑 简而言之 那这也很重要啊 所以呢 五品以上的官 相有很高的特权 很多人呢 都想当这个官啊 几乎所有人都想当 但是呢 大部分当官的人 混了一辈子 也只能混到六品 因为五品以上 有特权嘛 人数就要受到限制 要经过皇帝的审批才行 那现在长孙无忌的数子 一开始就当五品官 那是皇帝莫大的恩宠啊 可以说皇帝笼络长孙无忌的意思 是相当明显了 那封了官之后 李治觉得自己腰杆子硬了 马上就说话了 说舅舅你看 你的儿子都这么好 我心里也高兴啊 可是呢 他亡皇后就没能给我生下一个儿子 不过呀 五朝仪 他倒是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就笑眯眯的看着长孙无忌了 长孙无忌得表态呀 长孙无忌怎么说的呀 他说哎呀是啊 五朝仪生了一个儿子 那真是可喜可贺呀 来皇帝朝仪 咱们吃好喝好 把这话呢 给插过去了 咱们想唐高宗那窝火啊 可是也没办法呀 那只好接着吃吧 他也没心思吃 赶紧想下一步怎么办呢 所以又过了一会儿 他呢 又说话了 这时候啊 他先做了一个手势 一挥手 十车的零螺绸缎 和四车的金银珠宝 马上就陈列在长孙无忌的面前了 那谁都得眼睛一亮啊 咱们说这个十车的零螺绸缎和四车的金银珠宝 那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都知道唐朝富强啊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号称是最富强的 可是别忘了 那可是唐初啊 才永辉年间呢 在隋末大乱之后还没有过多久呢 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啊 国家经济还没有曾战争的破坏之中完全恢复过来呢 据一个例子啊 唐朝初年还是挺穷的 李治当太子的时候 有一次割羊肉吃 那刀子不就沾上羊油了吗 怎么办呢 把那羊油抹到饼上 连油一块吃下去 国家还不富裕 所以这个时候啊 十车的零螺绸缎和四车的金银珠宝 那可是一个大数目啊 李治把这些陈列在长孙无忌面前了 说舅舅你看你是一心为国呀 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轻正连结 你看你府上怎么这么简朴啊 我呢 想把这些东西送给你 那送完了之后呢 又有话说了 李治说呀 哎呀舅舅 你看我富有四海呀 可是连个继承人都没有 皇后他不生儿子 不过武昭仪呢 倒是新晋生了一个儿子 长孙无忌 那还得说话 还说是啊 这个武昭仪呢 确实不错 生了一个儿子 来皇帝 昭仪咱们吃好喝好 又把这句话给查过去了 那有的时候啊 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 长孙无忌这样顾左右而言 他本身就是表态了 就是我不支持武昭仪当皇后 那话不投机半句多呀 这个啊 李治和武则天呢 只好兴兴然的回家了 没有取得成功 所以说呀 通过收买长孙无忌 来取得外庭支持 支持的这种努力 算是失败了 没成功 武则天呢 因此啊 还得到两条教训 第一条教训啊 就是用杯瓷下体 拉拢贿赂 这种在后宫行之有效的办法 未必适用于像长孙无忌 这样的元老大臣 人家是见过世面的 不是你小恩小惠能够收买的 这是第一个教训了 第二个教训是什么呢 第二个教训呢 是王皇后还远远不像 他想象的那样 已经成了死老虎了 王皇后还有气呢 在外庭还有很高的人气呢 所以啊 还得加大打击力度 那咱们看 武则天这次行 是不是只收获了这些教训呢 也不是 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收获 收获了什么呢 他收获了理智的基础 这理智啊 面对元老众臣的不合作态度 那是深感自己受制于人 我这皇帝怎么当得这么窝囊啊 去给大臣送礼 然后还办不成事 这君臣关系啊 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武则天争夺皇后这个事情 性质变了 本来那仅仅是一个昭仪 想再往上走两步啊 当皇后 那这时候呢 又多了一个事情了 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皇帝 李治 想从元老大臣那儿 争权力 这两个事情 现在交织在一起 那事情的性质一变 武昭仪和皇帝的关系 也就变了 本来呢 只是一个宠贫和皇帝 之间的关系 现在多上了一层战友的关系了 两个人有了共同的敌人了 有了共同的方向了 从此 李治 对于武则天的支持 那就是一心一意的了 这是最重要的收获 前面讲到 为了争取长孙无忌的知识 唐宝中李治和武则天 不惜屈尊降贵 拉拢贵路长孙无忌 但是长孙无忌 却一点面子也不赔 这不但惹恼了武则天 还让李治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这个皇帝 党得如此过来 历史学家认为 也就是从这以后 李治开始希望 利用废王帝武这件事情 让自己摆脱受制于人的状态 那么得到了皇帝 权力支持的武昭仪 下一步又会怎么出手呢 永辉六年的六月 武则天再次发难了 他直时左右报告皇帝 说王皇后和他的母亲 魏国夫人柳氏 共行压胜 这压胜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压胜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巫术 怎么做呢 就是你刻画一个人物形象 比方说你画一个小人 用纸剪一个小人 用木头刻一个小人 然后在上面写上他的姓名 还有生辰八字 然后你就钉上钉子 就开始诅咒他 那就能够诅咒的他受苦 或者甚至是横死 中国古代不是迷信吗 认为这样确实可以通过遥控的方式 置人于死地 所以压胜本身它是一种罪行 而且是一种重罪 列为十恶之一 属于不道 就是不走正道 比照于谋杀罪论处 只是比那种真刀真枪的谋杀罪 减刑二等 可是如果说你压胜的对象是皇帝 或者说是尊长 那就不能减刑了 那就是谋杀 那武则天这个时候控告王皇后实施压胜 他无疑就是想把王皇后直接置于死地 让他万劫不复 他们家都遭受灭顶之灾 可是咱们也知道 压胜这玩意儿 使用的材料太简便了 一块布一张纸都行 所以在后宫里头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一个打击对手的武器 皇帝也知道 这事儿呢 有时候不靠谱 所以啊 对这类事情的处理 往往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和决心 所以啊 李治想来想去 他没敢 没敢按律处理 他怎么做的呢 他只是啊 禁止王皇后的母亲 魏国夫人柳氏入宫 同时呢 把王皇后的舅舅 贬到四川当刺室去了 就是说呀 你别跟外界来往 那咱们看 如果说啊 这个拉拢长孙无忌 那是彻底失败的话 压胜事件呢 也只能叫做局部胜利 因为武则天想要废掉王皇后 或者直接杀死王皇后 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 那为什么还叫局部胜利呢 王皇后在这个时候 和外朝的联系 是彻底的斩断了 他现在啊 就犹如被囚禁在公里 那这个时候 外庭还会像原来那样支持他吗 为了达到自己当皇后的目标 武则天可以说 无所不用其极 亲手杀死小公主 为了大臣 诬告王皇后 实行压胜 能做 和不能做 都尝试 但是他的皇后之路 仍然漫长 武则天 有点坐不住 他会就此放弃 这一切的努力吗 武则天呢 决定再试一次 又回到他立的这个步骤上来了 不过这一次呢 他接受教训 不再直接追求当皇后了 他退而求其次 要求啊 皇帝封他当臣妃 那根据唐朝的后宫制度啊 妃呢 是示衣品 就是比照于衣品来对待的 仅次于皇后 妃呢 一共有四个名号 贵 书 贤 德 就是贵妃书妃 贤妃得妃 在武则天要求当妃子的时候啊 这四个名号都满园了 都有人占领着呢 比如说萧书妃就是其中之一啊 那按照惯例 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武则天他应该等 比如说哪一个妃子 忽然暴病身亡 他就可以去补那个缺了 可是武则天他能等吗 他能等他也不想等啊 他是不缺乏那种创造力的呀 而且也有自我做股的勇气呀 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榜样 他要求皇帝撇开这四个名号 在这四个名号之外 额外设一个名号 叫陈飞 他就来当这陈飞 那这个陈飞呀 大家可不要小看呢 他可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呀 一方面这妃子他不像皇后那么乍眼 容易被人接受 是退一步嘛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陈飞这陈字 可是又有政治内涵了 陈是什么呀 陈是北极星 孔子在论语为正天里这么说 为正以德 比如北陈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就是说北陈往这一搁 其他的星星都得罗列在周围 拱卫着他 所以呢 常常被彼复为帝王 那武则天这时候要求当陈飞 咱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的野心大了去了 当陈飞或者说当飞子 那才不是他的最高梦想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他已经是退一步了 那在他的心目中 大臣也得退一步 咱们彼此都给个面子 那大臣会不会满足他呀 不会 大臣还是不会满足他 这个事情一出来 这个中书令来计 说门下势中韩院 两个人马上双双上表反对 他们说呀 非贫有处 金立别号不可 非贫呢有固定的原额 你现在出幺额子 想要再立一个别号 那不行 咱们要知道当时的宰相呢 是集体议政 所以虽然是两个宰相上表反对 实际上啊 大体上也就代表所有宰相的意见了 那在他们的心目中 昭仪已经是武则天身份的顶点了 再往上走啊 那难于上清片 争取陈飞的这个努力呢 又失败了 我想啊 武则天的心里 难免会产生深深的挫折感 恐怕从这个时候起 他真正意识到了外庭 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了 后宫斗争的每一步 都是和外朝紧密相连的 没有外朝的支持 他永远也无法实现正位中宫的梦想 那从此之后呢 他就要把眼光打到外面去了 到外庭去了 远交进攻 离强和弱 这些他在深宫里头用惯了的手段 还能适用于外庭吗 走出深宫的武招仪 又会向哪个方向出手呢 请看下集变庭争锋 三十六季之抛砖引玉说到 泪乙幼之鸡蒙引 这一季采用价值低的砖 演出价值高的玉 是一个运用小成本 获得高回报的机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抛砖 才能演出来价值连城的玉呢 请听空军少将乔梁教授的 新杰三十六季之 豪软引玉